然後我遇到兩位非常好的導演 一個就是馮凱 一個是文維 然後馮凱導演的文維 你也覺得他的體現是比較鋼烈的 其實我當時被罵了很慘的 所以其實我不覺得導演 很兇性的很不好的事情 但我覺得竟然有招惱的方式 然後我覺得現在這個導演 他不是熟悉的 他是非常高興文維 那我必須要老實講的是 你現在八年老來講 你現在的戲劇環境很少去遇到這麼要求的東西 我覺得啦 與其導演說 這個導演很兇 我不想跟他人說 說真的 跟另外一個導演說 他不知所言 自己不知道在幹嘛 我會比較喜歡 跟現在這位導演這樣子 因為他真的是完美聰明 然後他要求的東西都是有道理 都是為了說東西好 而他不是情緒化的萬光人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我覺得我們台灣真的是需要這樣子的導演 把這個東西要求的導演 只能說我很久沒有演到這麼戲劇的戲劇 這麼說 就是 完全是真的有劇情 然後導演邀請燈光 他幫忙打的東西打得很準 因為他不是那種聲音 拿塊板子 然後油亮好呢 就不開了 他是真的把光調得非常漂亮 要講究 所有的敬畏 他都一定要非常享受 他才會拍的 然後他一定要先走戲一遍 然後再依無每個人的情緒和感覺去調整 他已經可以講了 就是真的是為了戲劇而戲劇 不是為了要播出而演的戲劇 對 我覺得那個戲劇很不錯 對 所以不覺得他還不錯